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看到了一句话 和你昨天说的意思一样 你是在哪看到的?是什么话? 我是在一个电影里看到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们只有看看镜子 才能知道自己的帽子和衣服有没有问题 我们只有看看别人 才能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有没有问题 我们只有看看历史 才能知道今天有没有问题 你被我影响了 开始关心历史了 那你同意这句话吗? 我非常同意 如果没有镜子 我们就看不到自己 如果不和别人比较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 学习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我今天看到了一句话 和你昨天说的意思一样 你是在哪看到的?是什么话? 我是在一个电影里看到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们只有看看镜子 才能知道自己的帽子和衣服有没有问题 我们只有看看别人 才能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有没有问题 我们只有看看历史 才能知道今天有没有问题 你被我影响了 开始关心历史了 那你同意这句话吗? 我非常同意 如果没有镜子 我们就看不到自己 如果不和别人比较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 学习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第七课 课文二 别人 Other people 给别人钱 不为自己 只为别人 不能拿别人的东西 关心 妈妈关心孩子 谢谢您的关心 你关心什么新闻? 镜子 一面镜子 历史是一面镜子 解决 解决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问题被解决了 同意 我同意你的看法 妈妈 妈妈不同意孩子去玩 重要 孔子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关心 你是在哪看到的 是什么话 你被我影响了 开始关心历史了 那你同意这句话吗 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 学习历史可以帮助我们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我今天看到了一句话 和你昨天说的意思一样 我是在一个电影里看到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们只有看看镜子 才能知道自己的帽子和衣服 有没有问题 我们只有看看别人 才能知道自己做的事情 有没有问题 我们只有看看历史 才能知道今天有没有问题 我非常同意 如果没有镜子 我们就看不到自己 如果不和别人比较 我们也不知道 自己做的对不对 从镜子里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 从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和明天 所以历史是不能被忘记的 我们还是在白纹 就会帮助我们 我们是有谁 我们要看个 collapsing 我们再来做事 我们再来看 我们要做事 我们不可以看到